我这穿好了衣服 今天又要出门了 这口罩必须得准备好啊 马上准备出去 不知道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已经出来了 外面的这个天气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风 准备出发了 显示牌上面写着离青岛这么的近 为什么日照就坐不上青岛的快车道呢 可以说是近十年吧 在我们这个小站上 没有一丝的变化 今天到大姨家吃饭 现在到村里了 这是村里的胡同 这是谁家的后院 后面还有一个菜园子 这样圈起来的话 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农村的生活 返璞归真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农村 是不是不一样啊 看看这是一个老房子 连个院墙都没有了 本身这里是一个院墙 一个大门 里面这是堂屋 农村的院墙里 还有一棵环树 这棵环树得多少年了 十多年有了吧 在人家的这个院子里扎根了 这个根 要扎到哪里 现在已经到了大姨家了 这是她的小院 挺暖和的 坐完一会儿马上中午就要吃饭了 每日找本地的贝壳 这是牡蛎 下面还有山贝呢 中午辛苦大姨了 农村就是这么的朴实简单 有着家乡的情怀和心情 现在准备回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不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